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很快三十年就到了 杀手组织为了封环便派人来杀乔 虽然乔成功逃跑了 但妻子却被杀了 乔很是心痛 为了救回妻子 决定穿越到过去 打算改变这一切 回到过去之后 老乔就找到了小乔 小乔也是很懵逼 未来的我咋来了 本着还心使者杀手的操作 小乔打算弄死未来的自己 但老乔毕竟有着几十年的阅历 轻松打晕的小乔 小乔也就封环失败了 这也意味着自己将会被组织杀死 老乔让小乔逃跑 但小乔也是很有骨气的 坚决不逃 杀手组织就开始暗杀小乔 老乔也很无奈 小乔如果被杀 那他自己也会消失的 只能救下小乔 然后两人在一家餐馆内聊天 老乔告诉小乔 未来会有个大boss叫幻语师 他天生就有超能力 就是他控制了杀手组织 原来幻语师小时候 亲眼目睹母亲被人杀了 所以内心变得异常黑暗 老乔表示 只要我们弄死他 我们就不会死了 通过调查 老乔锁定了三个疑似 年幼幻语师的男孩 并打算除掉他们 但小乔一心只想着封环 两人动手打了起来 这时杀手组织也追来了 老乔和小乔也各自逃跑 小乔也找到了其中一个男孩 准备守株待兔 等老乔来了 就找机会干掉他 想起来还是有点美滋滋的 在这段时间里 小乔和男孩的母亲莎拉 也渐渐心生爱慕 然后就发生了一些 不可描述的事情 第二天醒来 小乔一下楼就发现 莎拉被杀手挟持了 小乔很是无助 这时男孩突然出现 前急之下 竟然用出了超能力 直接杀死了杀手 很明显 这个男孩无疑就是未来的幻语师了 小男孩也很恐慌地跑开了 之后小乔也在甘蔗地找到了男孩 只要杀了这个男孩 那他自己以后就不用死了 但小乔却爱上了这对母子 怎么也下不了手 然后小乔就指路 让男孩和母亲逃走 与此同时 老乔在杀了其他两个男孩之后 又找上了这个小男孩 当时就想弄死这个男孩 但也只是打伤了他 男孩和母亲莎拉逃着 老乔就在后面追着 跑着跑着 男孩瞬间就失控了 一个眼神就施展出了超能力 方圆几公里内的物体都升上了天 接着又发出了一声巨大的爆炸 但莎拉明显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于是利用母爱唤醒了男孩 并让男孩快逃 但老乔还是不愿意放弃 一心想要杀死男孩 举起枪就指向了男孩 莎拉健壮 赶紧用身子挡在男孩面前 此时站在旁边的小乔看到了这一幕 终于明白了 原来就是老乔杀死了莎拉 才导致男孩崩溃 心里扭曲了 长大后才变成了杀手老大 原来自己才是这场因果循环的关键啊 小乔为了结束这一切 于是在老乔开枪之前自尽了 这样未来的老乔也就不复存在了 莎拉也没有中枪死去 而小男孩的未来 在母亲莎拉的正确指引下 估计也走上了正轨 这是一部水准高超 同时风格独特的科幻惊悚篇 拥有足够的智商 演技和令人满意的观感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